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 我是风风 今天就不给大家更新日常了 因为今天种我们的头发 刚好就是满了一个月 我把这一个月 第一个月当中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从最开始的5月18号晚上种植这个头发之后 第二天 第三天有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疼痛期是第二跟第三天嘛 然后就差不多好玩了 就是到后面的时候一个星期多吧 一个多星期到半个月的时间是会偶尔会有一点痒 就是它长肉嘛 它长肉的时候这后面是有一点痒 种植区是种植区从第三天开始 就是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感觉 种植区基本上是没有过太大的感觉 就是种头发有几个区域 第一个 它会有一个腐肿区 因为打了很多麻药在上面嘛 前后有麻药 然后那个麻药会 大家如果平时不注意像我们的话 经常低头的话 那个就会腐肿 救命部会有一些腐肿 但是两天之后两三天之后它就会消 消就正常了 跟我一样 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有个误区 就为什么你种出来的头发还是白的 因为我种的头发呢是从我这里扯出来的 我本身的头发就是白的嘛 它扯出来的毛囊有白的有黑的 种在种植区 但是种植区还好一点 种植区这边的话就稍微都是黑的 这两边是不是种植区 白的这两边是我原来的头发 两边半白说的就是这种嘛 就是白头发是 2020年开始的 这个白头发2020年开始的 21年 22年 这两年是长得最快的 这两年当中我的白头发它长了很多 具体为什么长那么多白头发呢 这个后面的事情再跟大家来慢慢的讲 因为现在已经在处理这个事情了 这个就不讲白头发的原因了 以后再跟大家说 就是种植区 我们是取自己的毛囊来种的 取了3700多个 就是从后面这里 从我的那个后头铺 取了3700多株 然后种植到前面这里 我的是那个高嘛 额头高嘛 不是说头发少 也不是说掉头发 是高原来是我的是六指 你知道什么是六指 就是平均 我去那里我也学了一下 如果你用你的这四个手指头 这样子贴 从眉毛这里开始贴 贴上来 四个手指 这样子 那你的 前面的这个头发呢 都是正常的 你看 四指是正常的 我们自己的手指 量自己的额头 四指 眉毛的边缘 眉毛的边缘开始 这里开始这样 这样子就是正常的 我的还种下来了一点一点 大家觉得高 其实不是的 我的原来是六指 六指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从这里开始 到这里 我的其实是到这里 就是这里是种植区嘛 六指 就是我每次一拉头发出来 大家都有截图 我跟你说 风上队那些人 截了很多图 就是我撩头发上来的 这样子 撩的那个截图 要多少有多少 他们老是拿那个截图 去发扬光大波 我就佩服风上队的这些人 你说哪有黑粉 都没有 最大黑粉就是风上队的这些 哇 各种搞怪的 丑的 哎呀 第二天发回来给我看 这个是你吗 老头 这个是你吗 嗯 这些人抬怀了 不过高兴 他们高兴 大家都高兴 我又不是一个颜值主播 对吧 我又不是一个颜值这媒体做的 我是一个开心果 就是给大家带来开心的那种开心果 人人都喜欢的 所以我就想 把这个头发去种植 现在呢 是三十天 呃 医生说不可以熬夜 但是我都熬了 不可以喝酒 我确实一滴都没有喝 不可以抽烟 你抽了 不可以吃辣椒 吃了 不可以吃酸笋 吃了 除了酒没喝 所有不能干的 我全都干了 就海鲜没吃啊 海鲜吃的少 海鲜吃的少 他还笑我 牛肉不能吃 羊肉不能吃 就是半个月吧 因为半个月之内 特别是最开始的那一个星期 就不要吃海鲜 不要吃牛肉 这是注意事项 因为在长肉 而且毛囊也在活去 现在的毛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已经是长出来的 但是这个头发是要不得的 就是现在他扯出来的头发 就是毛囊已经起来过了 再种下来的 这个头发是没有用的 这个头发会脱落的 就是他会有个脱落期 就好像我们种树一样 把树种下去 但是那个树是一定要砍掉的 让它重新标芽 重新剪枝 重新长出来的那个 那个就是真的 然后现在呢 我是第一个月 目前已经开始进入脱落期了 一到三个月是脱落期 就是所有种植的都会脱 脱落 然后再重新长 让毛囊重新换血月 就是在二月三月 等于说是二三月的时候 就开始长新头发出来 到时候我会继续的 跟大家分享 其实直发嘛 我觉得按照个人想法 因为我本身 不怎么注重形象 大家看我在什么场所 我都是穿一个短裤 这个七七八八的 但是随着工作的加重啊 要见的 要做的一些事情 就没有办法 比如说有时候参加很多活动啊 就需要做到造型 因为我额头太高了 一造型起来 很难看是影响别人 不是影响我 比如说谁 哪个朋友又搞什么活动 叫我去是吧 我搞得丑不垃圾的 那个怪里怪气的 去感觉影响别人 形象不好的 对于我自己的活动 你看我五一自己的活动 我也就是那样 什么都我都不在意 这些东西的 只要是让人家舒服 对吧 所以呢 我就去种了这个执法 但这个执法 也并不是说 今年才开始想去 我早两年都想去执法了 今年就是 下定决心的要执 因为再不执的话 等下再上了一点年纪 意义都没有了 头发是白的 种的区域 是从后面扯的 有白有黑 所以大家不要去误导 哎呀 说乱七八糟 那些咱也不理 对吧 什么人都有 现在的话呢 就是脱落期 到时候这一个月当中的 脱落期有什么 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觉得 它的生长是特别好 因为大家眼看得见 是光头 光头种下来的 现在这里全部都长出来了 虽然它 这个会脱落 但是它的成活率特别高 谢谢大家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不要问我 值这个花了多少钱 不花钱啊 也不要误导 不给人家说说 做什么七七八八 乱七八糟 那种广告不是的 就是实实在在的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 我种这个 种植这个头发 我希望 各段时间 美美大的来 跟大家再展现一下 好吧 OK 这是种植头发 一个月的效果 现在脱落期 到后面的时候 再跟大家来分享 谢谢大家关注和支持 后续大家看了 我的效果之后 再去考虑一下 其他的东西 好吧 加油 谢谢你们的支持哦 拜拜